娱乐中心正于荣报道2022年已步入尾声 人有悲欢和月有殷勤缘缺 这一年来发生了许多事 演艺圈接连传出艺人 导演和歌手世事噩耗 令人惋惜 然不在人世了 但只要我们没有忘记 他们就存于我们心中 艾成艾成在八月间突然离世 享年四十岁 廖召记者杨柱摄影男星艾成于今年八月十七日上午 发现在卢州捷运站供购大楼坠楼身亡 当场施 生命迹象 享年四十岁 一双王瞳心碎不已 至今仍奴 走出伤痛 不时会透过社群账号吐露思念之情 城里是满三个月时 王瞳也曾在脸书写下 我依然立着扮演的各种角色 我依然感受着无感体验 思念 你的存在感很强 于怨起于怨起不敌病魔 是 享年三十九岁 令于天 李亚平痛心不已 图翻设字脸 于天 李亚平的二女儿于怨起抗癌八年饱受病魔 残 生前经历多次化疗和手术 无奈病情陷入恶 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于今年八月病逝 享年三十九岁 于怨 最放不下的 就是父母和孩子 她不舍家人难过 在病危时请护理师帮忙录下最后一月 提到字 就算不在了 也会在天上守护家人 同时也交代 地于祥全要好好照顾父母和自己的一对儿女 祥全也承诺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做到的 朱莉 朱莉静积极抗癌 无奈病情恶化 于七月三日离世 图 这提供自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出道的歌手朱莉 2020年被诊断罹患乳癌后便积极接受治疗 起料仍 敌病魔 于今年七月三日不幸病逝 享年四十岁 另圈内好 哀痛不已 高相鹏 高相鹏 去年遭逢意外 过马路 不慎跌倒 昏迷近一年后离世 令外界被感不舍 图 设字高相鹏脸书 资深台语歌手高相鹏 大牌歌 2021 十月过马路时 不慎跌倒 陷入昏迷送医 艺人好友 冰冰于今年十月五日 证实她已逝世 享受六十七岁 圈内好 及粉丝都痛心不舍 菜头菜头于去年十二月离世 消 直到今年一月才曝光 图资料 照七十一岁资深艺人 菜头 今年一月突然传出离世消息 随后经纪公司发声 证实她已于去 2021年十二月 因肝癌而病逝 由于消息时 太突然 消息曝光的第一时间 许多人都感到不 置信 家属不愿公开安葬地点 紧低调表示 希望 家能够记得菜头生前 带给大家的欢乐 明金城 金城因心肌梗塞离世 留下一双及一对双胞胎 女 图翻设字脸书导演 明金城昔日曾演出 《麻辣》 《诗》 《我的秘密花园》等剧 后来重心转向幕后制作 导过多部戏剧 电影作品 今年一月 明金城洗货衣 龙凤双胞胎 才刚沉浸在成为人妇的喜悦之中 廖天一弄人 2月8日晚间 他突然心肌梗塞 送衣抢 仍皱事 享年51岁 令人痛心 八哥八哥因遗脏癌词 享受67岁 资料照记者邱荣及摄影资深艺人八哥 童星身份出道 纵横演艺圈超过60年 拥有不少影作品 主持经验更是丰富 除此之外 他也曾担任 《万优志生命理事长》 卸任后成为协会常务理事 今年2月16日 因遗脏癌词词试 享受67岁 顾宝明金钟奖 递顾宝明因心肺衰竭离世 图翻设自果陀剧场 书国宝及资深演员顾宝明于今年3月19日 因心肺结诗试 享受72岁 顾宝明出道多年 生前演过多部影和戏剧作品 曾夺下金钟奖势地 明以剧集最难配角奖 和金马奖最佳难配角奖 也曾在电视 樱桃小丸子真人版饰演 爷爷应有藏角色 吻夏 夏 本名王瑞和 他不仅是知名台语歌手 作词家 爷爷有演员身份 生前有国宝歌王 宝岛歌王风 代表作品包括 《妈妈请你也保重》 《黄昏的故乡》 《星之我心》等 曾获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闻夏于4月6日 器官衰竭在睡梦中辞世 翔指寿94岁 长风 长风生 赤诈影盘 获奖无数 演技备受肯定 图资料照曾 金马 金钟双影帝的资深演员 长风 于大年初六 睡梦中安翔离世 翔指寿100岁 长风一生奉献于戏 留下无数经典作品 曾在2008年货班金马奖中 申成奖 2015年货班金钟奖 电视金钟奖特别贡献奖 唐川 袁唐川 本名曾金松 生前拿下二座金钟奖 2021年3月曾 二度中风入院 后又引发肺部感染 虽然持续接 治疗后一度好转 最后仍不敌病魔 于今年3月13日 是 想瘦69岁 脱线脱线晚年身体欠佳 于5月9日在家离世 想只瘦90岁 图资料赵艺人脱线 本名陈炳南 年以甘草演员的身份 活跃于电视 电影和广告 录制过不少脱口秀与广播剧 黑胶唱片 后经营 场间直播主 脱线晚年身体状况欠佳 频繁出入 愿于今年5月9日在家中离世 想只瘦90岁 马之勤姿 女星马之勤1959年 以电影黄金年代出道 从影超过50 曾以昨夜星辰夺下金钟事后 今年11月1日在睡梦 离世 享瘦80岁 陈阳作曲家陈阳于今年11月初因病 是 享瘦66岁 回顾陈阳的一生 尽管先天诱饵失聪 不曾放弃对音乐的热爱 他5岁学琴 8岁就为中国球鞋撰写广告曲 15岁出版陈阳钢琴作品集第一 展现过人天分 陈阳投身音乐领域数十年 普出手动人旋律 曾为电影鲁冰花 桂花像配乐 多次得金鼎奖 金曲奖和金马奖等奖项 3 6 7 6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